英雄的胜利 在拉厄尔推斯的庄园里 他们已欢乐地用完午餐 但仍然围着桌子 听奥德修斯讲述他的故事 最后他说 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的对手正在城里准备对付我们 我们最好派一个人去侦查 看看外面的动静 一个仆人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还没有走多远 就看见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向庄园涌来 他惊慌地跑回来大声说 他们来了奥德修斯 他们已经到了庄园门口 你们快准备战斗 坐着的人赶忙跳起来拿起武器 奥德修斯他的儿子两个牧人 还有仆人的总管多利厄斯的六个儿子 迅速组成了一支队伍 最后年老的多利厄斯和拉厄尔推斯 也参加进来 奥德修斯领着他们冲出了大门 他们刚到门外 高贵的女神雅典娜 变形为门托尔 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奥德修斯一眼就认出了女神 他非常高兴 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是什么日子啊 拉厄尔推斯喊道 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们祖孙三代人并肩作战 雅典娜跑来对老人耳语道 阿尔克西格斯的儿子 你是我最看重的勇士 快向宙斯和他的女儿祈祷吧 然后勇敢地制出你的毛 拉厄尔推斯立即向宙斯 和雅典娜祈祷 并制出他的长矛 长矛击中敌人的首领 奥与弗推斯的头盔 穿透了他的面颊 奥与弗推斯跌倒在地上 死了 奥德修斯和推勒马克斯 率领同伴们 如愤怒的狮子冲入羊群一样 向敌人突击 他们用利剑和长矛刺杀敌人 几乎把敌人全都杀死了 这时 雅典娜立即出来 让他们停止砍杀 他用神智的声音喊道 伊塔克的公民们 退出这场不幸的战斗吧 赶快退出战斗 你们已经流够了鲜血 双方立即停止战斗 雷鸣般的声音 震得敌人手中的武器 都掉落在地上 他们望风而逃 向城里奔去 只希望保住一条命 奥德修斯和他的伙伴们 听到女神的声音备受鼓舞 他们挥动武器向敌人追去 变形为门托尔的雅典娜 走在最前面 可是 宙瑟要求和平 这位万神之父 朝女神脚前 降下一道闪电 女神只好停住了脚步 转身对奥德修斯说 拉荷尔推斯的儿子 抑制好你的好战情绪吧 否则 无比强大的雷霆之主会发怒的 奥德修斯和他的伙伴们 听从了他的劝告 雅典娜把他们带到城里的市场上 并派使者去召唤市民前来集会 宙斯的愿望实现了 他们都平静下来 消除了愤怒 变形为门托尔的雅典娜 让奥德修斯和人民 定立神圣的盟约 他们尊奉奥德修斯 为国王和保护人 奥德修斯被欢呼的人群 簇拥着回到宫殿 破涅罗魄头戴花冠 身穿节日的盛装 带领一群女仆 从宫中出来欢迎 这对重新团聚的夫妇 又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 正如预言家 腿瑞西阿斯 在地府中预言的那样 奥德修斯到高龄 才安详地去世 预言人群 上帝 总预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